大家好,我是萱妈,YouTube币黄金三小时 如果是我的铁粉,请给我一个like和分享 第一次看我的视频,请您静悄悄的给我一个like 在这里真心的感谢您 在这个春夏交替的季节里,不少春季的水果还在热卖 夏季的时令水果也陆陆续续开始上市 时令水果新鲜多汁,当然要尝一个鲜 民间节俗有缘于立夏长三仙 其中树三仙所提到的是青梅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千万别错过 五月正是青梅成熟的好时节 青梅它不仅颜值高,营养还丰富 是印记食材中的100养生好手 被称为传天人保健食品 青梅的作用 第一,可以健胃消食 青梅可以增进食欲,恢复体力,消除疲劳,增加活力 同时还能改善便秘,安省,解房 青梅有改善肠胃功能,促进肠胃蠕动 和收缩肠壁,滋乱肠胃,治疗便秘或者腹泻有明显的功效 也能改善肠,也能改善胃酸过多或者过少的症状 促进肠道吸收 梅制品对胃脑也有促进收缩和排胆作用 有预防节食的作用 第二,可以解毒护肝 青梅有很强的解毒作用 还能抑制胆固传,也能预防脂肪沉淀在肝脏与血管内 有效预防和治疗心血管疾病,改善血液循环 如果长期食用青梅不仅可以清血,预防血液的相关疾病 还能强制人体的脏气 梅子油,断酸毒的作用 依水毒,血毒,食物毒 青梅也是古人常用来醒酒的果品 因为它可以解酒毒,制成青梅酒 喝了以后能使人安睡,对关节炎的病人也有好处 第三,还可以强健骨骼 青梅还有助于人体吸收钙 进而预防治疗更年轻的骨质疏松 对正处于成长期的孩子来说 食用青梅有强健骨骼的作用 第四,可以清心安神 另外,如果夏天心火过旺 手心手脚会发热 经常失眠,做梦,睡不好觉 也可以适当吃一些青梅 把新鹰养足了 自然就不怕心火过旺了 不过要注意 酸养新鹰,不养新羊 新羊不正,感觉心胸 憋梦,心静不宁的人 不要吃太多 第四,可以使人年轻 我们都知道 忘梅止渴的故事 吃一口梅子 两边的腮帮子就会酸得流出口水 这是因为梅止刺激到了我们的腮腺 在腮腺所密的唾液当中 含有一种蛋白质激素 腮腺素,它可以使人年轻 所以有人把它称为烦恼 还童激素 青梅又酸又涩 很难直接生吃 尤其是药效显著 新鲜的青梅 还具有毒性 直接生吃对人体有害 青梅中的饼铜酸 不仅可以加强肝功能 还能健胃健肠 青梅的食用方法也是多样 可以榨成汁饮用 也可以把果肉熬成汤饮用 青梅疗法是安全 容易食用的方法 一定是要长期食用 梅子而且一定要新鲜酿制 采摘回来的青梅 洗干净之后 直接放入炖中里 加入适量的冰糖 盖上盖子炖一个半小时 一般情况下 作为药物使用 是没有完全熟透的青梅 最好挑选果实成青色 坚硬而且表皮没有伤痕的青梅 青梅的食疗法和其他食疗一样 最重要的就是一次性要食用少量 并且长期服用 如果有肝硬化的症状 总是想呕吐 消化不良 或者由于肝不健康 导致体内的垃圾物质 无法排除 新陈代谢混沌的时候 都可以食用青梅 加入了冰糖 没有加水 这个冰糖炖青梅就煮好了 我们可以先装一点 放入碗里冲水喝 如果你也是消化系统异常 或者有疾病 导致消化不良的时候 用这一个青梅冲水喝 它就是特效药 糖妹在上初中的时候 他们一家人才接触到青梅 那个时候 他们一家人的肠胃功能不好 稍微吃一点比较凉的食物 就会腹泻 而且由于消化能力不好 还不能食用粗糙的食物 当时糖妹他们以为 这是天生的体质 无法改变 不能随便吃自己想吃的美食 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虽然知道青梅有利于身体健康 但是糖妹他们感觉 又酸又涩 很难吃 有一天 糖妹的亲戚 拎了一箱青梅 来他们家做客 告诉他们青梅很好 教他们青梅炖冰糖 不要加水 全部一家人 坚持服用了一顿时间 全家来的腹泻 还有消化不良的症状 全部悄悄的消失了 到目前为止 他们都是每天早上 早晚会喝两次 直接当做零食来食用了 这一个青梅炖冰糖 完全凉透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放入容器里面 放入冰箱冷藏 这样子冷藏起来 至少可以吃一年半载 因为没有任何一滴水分 所以不会坏 这一个食疗方 已经成为我们一家的健康食品 现在每一年 结成青梅的时候 我都会忙着做一罐 这种青梅给家人喝 这个容器也要保持 无油无水 一定要消耗毒干净的 这样子才能传放青梅的时间更久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欢迎您的订阅 点赞 收藏 准发 也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